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用到的这个虾米呀 它很多小朋友也不会吃 为什么看着它这样子有些小朋友有点渣 对 有点渣 其实为了让小朋友能吸收很多的钙质呢 我教大家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把虾米剁碎 就切碎了 对 切碎也是看不到的 我们平时炒菜也可以放一点点这种切碎虾米 提鲜 对 小朋友也可以会容易吸收 好 我们把它切碎了之后呢 和这个香葱进行搅拌 现在我们开始炒米饭 油 我们先打火 好 现在呢 我们已经把这个火打开了 我们要在这个锅里呢 要放置油 那么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呢 欧利威兰的这个热烹橄榄油 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热烹呢 因为它是耐煎炸 而且油烟又比较少 同时呢 如果大家要拌凉菜的时候呢 一定要选择我们的这个欧利威兰的特级出炸橄榄油 因为它里面含有大量的这种呢 营养活性物质的不易被流失 这个油是不是要倒一点点 可以 倒一点点 不要让这个饭炒得太油了 小孩子就会吃饭比较腻 因为我们等会还要煎蛋 那蛋里头也会有点油 哦 是这样的 好 现在呢 我们通常遵循的就是热锅冷油的这种处理方法 对不对 现在我们把葱和虾米一起放进去 爆香了 对 爆香 现在让这个虾米的味道和这个香葱的味道呢 进行一个整体的融合 然后我们可以放米饭 对 蒸好的米饭 如果是小朋友吃 那就不要蒸的太硬 我们可以稍微软一点 对 对 对 那你觉得小朋友适合吃那种 就是一粒一粒的那种米饭呢 还是就是有点软的那种 但是就是说一粒一粒的会吃的容易饱 但是就是说对小朋友 不易消化 对 不易消化 就对于小朋友来讲 那就是比较软软的那种 它比较方便 它吞咽 对 对 对 我们差不多翻炒完毕之后 然后这个时候要加调料了吗 加盐就可以了 加点盐啊 对 我们就是说 给小朋友煮的菜 就一定就是说 不要放太多的 漂亮 对 越简单越好 对对对 好 再继续翻炒一下 翻炒一下就可以了 那翻炒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边的锅也打开了 然后你准备煎蛋了 那我们现在放在一边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要开始打鸡蛋 对 打鸡蛋呢 要比平时多打一点 我们可以打到两个 或者三个鸡蛋 两到三个鸡蛋 为什么要打这么多